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起三连性 三连性布局 来的挂角 跳 挂角 下到这儿呢 这布局普普通通 下一手呢 可以说阿尔法又显示了它的一个独特性 刺在这里 这部刺在我的印象当中 人类骑手的话并不是没有下过 而是应该说尝试的很少 这一次一般的感觉被黑棋沾上的话 等于把黑棋走的 帮黑棋走的很厚 很结实 是失去了一些什么打入啊 点三三之类的 这一类的变化都 都失去了 一般认为是亏损的啊 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 在很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围棋杂志上里 有有一位老前辈 就这样走过 刺完一飞 他说他的意图呢 就是 你如果还跟我背定式的话 我先飞你肩 我这一次我先手便宜了 因为如果我现在再刺 你多了这个肩的话 这个冲断你不怕 黑棋不用沾了 这是一个后手 刺到一下 他觉得对式上可能有点好处 把它看作先手便宜的 但是呢 就是说刺完再飞的话 黑棋应该是不会尖这个 这个尖的价值变小了 因为本来白棋如果这样尖进来的话 不管小 他可以大飞 就算小飞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多个冲嘛 白棋总不会这样来刺一下 让黑棋沾上了 所以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这刺毫无疑问是亏损的 那么黑棋沾上 黑棋变厚了 小飞之后 这小尖价值变小呢 黑棋也不会走 所以我们一般判断着刺一个这个子看不出特别大的用处 而亏损呢 是很明确的 所以就是说他没看到得在什么地方 而损失是很明确的 所以我们一般不这么下 但是呢 显然 机器它不是这样判断的 它就这么刺完一飞 这个 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这还得慢慢研究 从设上来说 黑棋将来扩张势力的时候 这刺一下肯定会给黑棋向中辅扩张 带来造成一定的麻烦 白棋飞 黑棋呢 先挂一下 白棋就简单的小飞硬一个 它也并没有在这一带加工 一般我们感觉 这里有个箍子拆尖架可能是好点 它也简单的硬一勺 直接加工呢 白棋点角之类的转身的余地 很大 它尖顶 掰得当然不能长了 特别是在黑棋这是高跳的情况下 如果长被黑棋在这一带加工的话呢 白棋显然非常被动 这两个子又重 而且呢 很早就形成一块箍起 显然是不利的 那么 可能普通一点的想法 在这一带 这一带加工 等你虎过来的时候呢 我转身攻击这个字 这是正常的想法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白棋是点33 这点33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手 这这个 在这个时候点33 怎么说呢 稍微有一点像我们下让子棋的感觉 但是你细细的品味一下这部棋呢 它确实是 确实是很有味道 黑的当然不能这么挡 这样被白棋一搬的话 这挡不住了 走这个呢 被白棋搬到一下 这差别 搬得随意了 脚上已经空很小了 白棋的眼位先搬到一下眼位充足 这是黑棋不可考虑的 所以黑棋可以考虑的硬手呢 大致也就是 一个是立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实战的 搬这里 如果立下的话呢 白棋在这边留着这个 留着火角的鱼味 它可能再在这一带拆 它这个子就很轻了 否则的话被黑棋一步唬过来 或者这么一步 一步搬过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棋型白棋这么撞一下 损失还是挺惨重的 它点一下你如果这么走 将来你要补 比如说白棋这么拆 将来你要补干净 你得在这一带补 那感觉这个力度比虎过来 差不少 点 所以呢黑棋实战是半 对这个子的 增加了压力 比例的话 对这个子增加压力 但是相对来说 对脚上这个子 它压力就不大 白棋这也大飞 大飞是好气 黑的现在要吃这个子 它不太好吃 冲的话被白棋顺手搬过 如果跳在这呢 这味道相当奇怪 白棋这里局部有 断这个的手段 断这个 黑的如果吃的话 白的这一击打 黑的提呢 被这一段打 显然冲过来了 不行 粘上的话 白的乖的 它局部有这样的手段 我提这个 或者是冲这个 这两点必得起义 所以跳这个是吃不干净 跳这个吃不干净 黑棋就有点难受了 你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哪怕就鼓一手 整个脚被白棋卷掉 还是实地损失太大 所以呢实战 黑棋靠这个 那白棋当然要搬出来 它的架 这样是把这个子吃掉了 但是呢也是付出代价 外边被白棋暴死一子 外边白棋有眼了 下一步从这一带 飞过来的话呢 黑棋实地也没有 所以跳 这个跳很大 守住实地 进攻这一块 这时候呢 白棋并没有在这边什么逃跑 而是脱仙 脱仙站大厂 这地方白棋把它看作 你已经吃不干净 黑棋要来吃的话 吃的不是很干净 走这个的话 白棋总是留有一些 这个奇奇怪怪的味道 比如说刺仙手 很显然冲仙手 一坐眼就活了 走在这儿呢 走在这儿呢 走在这儿也有问题 它搬 一定要冲出去 吃不干净 走在这儿也要刺虎仙手 顶仙手 这个提仙手 这有活棋 那么本身就是这么小一块 一步棋吃不干净的话 它价值就不大 所以黑棋是跳起来扩张 跳起来扩张 接下来白棋的下法 也是非常紧凑 搬针 借镜 这黑棋总不好意思 就这么冷静的粘回去 这白棋便宜大 多了这个子 在这边活气太轻松 所以必然是断吃 吃掉 搬长目前还没有看出 多大便宜 但紧接着跳 跳在这里 这地方搬长完之后 白棋先尖顶了一下 上边已经不可能再去什么打入了 所以白棋把它顶掉 跳这个 跳这个 跳了之后就给黑棋脚上 黑棋脚上就产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味道 比如说白棋拐吃一下 你到底是提还是粘在这儿 如果你要顽强的粘在这里 那么很显然就脚上 白棋就哪怕简单的断打完一长 黑的也 白的脚要活了 黑棋如果这么贴的话呢 帮白棋走出来 白棋这块就活得非常舒服 而且脚上依然还残留 依然还残留一个活气 打吃是先手 肩顶先手 那么很显然白棋打吃这个也先手 胡在这儿就活了 所以说 当白棋跳在这儿的时候 黑棋贴这个呢也不太可能 还没吃干净 那么如果冲断的话呢 白棋顺势打出来 黑棋这边依然吃不干净 还是要补齐 那么冲断之后 已经把这边有所损伤 所以白棋跳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感觉下得很紧凑有力 连扳下去之后跳在这儿 很紧凑 黑棋呢下得很扎实干净 一步提干净 不再给你任何的接用 这这步棋也是 应该说看起来也是挺有高手风范 这黑白双方的下方 白棋跳在这儿 不断 下一步压过来很大 黑棋当然是要贴这个 贴这个进攻白棋这块 同时呢 往中复 往中复进 好 白的 走完几个之后 它第一 这块棋逃出来了 第二呢 有了这个子 把这块呢 也限制了一下 它这 再走下去的话 对黑棋就没什么压力了 所以 又妥协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所以说这 Alpha它 抢先手 反击 脱先 这这一类的 按我们人类的概念 就是说这一类的意识 它特别的强 随时准备反击 脱先 你什么刺一下先手 我都不让你轻易的走到 这种地方你来进攻 你反正杀不了我 脱先了 站个大厂再说 这个是可以说双方消长的要点 黑棋显然是准备进攻这块的 但是呢 先把白棋这边压制住 以防这边万一落个后手 被白棋走到这来 那可能黑棋这边走再多子 用处也不大 所以 尖冲 白的爬 长 再爬 飞 这个大概是正常的应对 之后呢 黑棋是 攻在这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如果黑棋往这个方向攻过来 被白的活到黑棋控里去 那黑棋 显然 这种进攻 就算这里走得再厚 它价值也是 极其有限 往这边攻过来 一边扩张这边的控 一边进攻白棋 白的如果长的话呢 正面跳过来 这样黑棋这块就大了 这边已经先把白棋压制住了 把白棋跳 这个跳呢 显然是有断点的 但是 我们可能应该理解为 白棋是故意卖一个破绽 跳在这 黑的呢 靠 就当然要斑 连斑 靠了连斑 这两步棋 如果按人类的看法 也不是说那么随随便便 就可以下得出手 当然这个地方 黑的是不太可能再去打入了 但是呢 毕竟如果你靠完 斑了之后 如果点脚就被白棋 白棋多了这两个字 点脚有可能 白棋要进杀黑棋的话 那这个靠了 斑整个把这个 全部送成实控 还是有一定损失的 因为本来我 最起码 我可以在这 有个打结火 现在直接就靠 斑 他就认为 多这两个子 对作战的好处 大于这边实力的损失 然后来 进攻 点刺 点刺 那么白的当然要接上 再刺 这白的也只能接这个 如果接这个 被黑棋一沾 下面已经死了 这还一串单观估奇 那肯定不行 沾上 黑棋把白棋封断 白的呢 反冲 白棋是先管一下 管了之后 这有一斑 黑棋打持先手 挡住不断点 把白棋冲断 这冲断呢 等于把黑棋断开的同时 顺带就把岩给做上 这是绝对的要点 贴 这时候呢 白棋 如果按最普通的想法 应该是要选择做活了 最简单的想法是做活 做活呢 黑棋虎这个是要点 白棋虽然活了 但是黑棋整个 外边的潜力 应该还是蛮大的 那么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更积极一点的想法呢 毕竟这个棋也是先手 白棋能不能往外出一出 就是说这里保留做活 但是我往外逃 比如说走在这里 你要来杀我的话 我在这儿做个演 应该也是有希望 而白棋完全脱离了 做活这块的想法 我们来看白棋的实战 白棋冲断了之后 黑棋贴在这儿 白棋认为外边这一步 长的价值 甚至大于这一块 就这个是 这个怎么说呢 在按我们人类的语言 就是说 这个是大局观 非常强的一步棋 长在这儿的时候 它很可能已经打算 就是说 想好了后面弃子的步骤 长在这儿 确实这步棋也非常大 如果被黑棋虎过来 整个黑棋的就是后市 而长完了之后呢 留下了各种各样 无形的借用 那么黑棋当然要杀了 你在这儿破眼 杀 白棋呢 白棋现在如果还要强行活棋 那肯定是有点无理 虽然白棋这里也有一个先手眼 但是现在又想要 又想要确保这块的安全 又想要把这个活出来 那可能难度有点大 那白棋飞一下 飞一下 黑棋这时候如果就走外边的话 那白棋挤先手 多了这个子以后活棋 就走这个就已经 黑的应该是 贴也有先手 贴完打吃什么的 眼味还是挺丰富的 所以黑的 应该不可能杀在外面 黑的冲一下 一起冲一下 那么白棋如果挡住的话 这个眼味上 眼味上已经 黑棋甚至就这么断打一下 将来白棋踢 黑棋就打吃 这里已经没有眼了 黑棋在 考虑在这一带跳 还是这一类的 强杀白棋 好 白棋飞一下 之后 当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 小剑 问问你杀在什么地方 给你这里留点味道 不管你是打吃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这多个子的话 将来这一带有先手 而黑棋是挤在这里的 挤在这里 那么将来白棋 这顶之类的 留下一些味道 点刺 黑棋气有点紧 然后 飞这 飞在这里 白棋就打算气子了 你如果贴过来的话 白的大致上 这一带 跳一跳 还有先手的味道 将来又搬了 几 断开黑棋的味道 黑的呢 尖在这 尖在这里 比贴呢 多吃一点 白棋又一费 贴住 吃干净 好 黑棋的收获也是不小 把这一块 当然这脚本来是黑棋的 把这一块给全吃了 那白棋在中间 这一带走过来呢 就目前来讲 还没有看到 特别大的收获 但是最起码 他把黑棋这一带的潜力 是彻底的消除了 然后 飞在这 一边加强自己 一边瞄着 这里黑棋的断点 黑的是站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阿尔法下棋 他不会轻易的去走 这种单关的联络 这样单关联 他是一般轻易不肯下的 他总是想 寻求这个 更高效率的下法 站上 把这顶 给黑棋制造一些断点 然后 转过来这里 就是说我要处理这块棋 但是我不肯单关联 我要走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而且 隐隐约约 有点包围白棋这块的意思 要让白棋去走单关联 白棋走这个 当然白棋走这个 也有分断黑棋的作用 白棋 分断黑棋 进攻这几个字 然后压一个 加强这块 加强这块 现在应该说 可以说是 姑棋吧 这也是白棋 白棋七条这块的收获 白棋连过来了之后 有点反攻的意思 然后 跳下去 跳下去 要求先手便宜一下 不走 黑棋这块毕竟没活 你如果往下连 那我跳一个 肯定已经便宜了 然后黑棋是这 所以我们看到 它 这棋挺有意思 它每一步都不肯顺着你的意思 然后我就屈服 就往下面走 这样的棋 它是不会轻易下 什么时候 它就是 特别听话 你让它走哪 它就走哪的时候 那肯定是 肯定是它已经赢定的时候 现在黑棋走在这 瞄着白棋的断点 它期待白棋在这 走单关 比方说 这种棋 它走一个 便宜了之后 它可能在脸上 那么外边已经加强 我一个子放在这 我对我眼味 也是有好处的 一个单关 这已经先说便宜了 而白棋 当然也 同样 它两个 不是两个 而是 它们就是一步机器 你来说 左右互搏 白棋的思路 也是一样的 这一类的 单关联络的 其它是绝对不会下的 它 搬一下 先便宜一下 黑棋贴在这 吃干净 然后 跳出来 对 你这瞄着我的断点 黑棋这里 靠是 要靠断白棋 你这瞄着我的断点 我这块没好 但是我不会去这样补 而是要 走在对你 对黑棋有压力的地方 黑棋这块 这块呢 也不是十分安全 所以走这个 把白棋这块控制限制住 同时加强 这块黑棋自己 白棋长 这个长一个呢 是有必要的 如果不长的话 黑的这里有个子之后 这边手段应该是很多 搬一搬 白棋也是挺难受的 本来搬的话 有可能担心断 现在搬 白棋也挺难受 比方说 或者 我们说简单一点 比如说靠完 搬 搬进去 白棋是挡不住的 长一个 下一步要靠出来 这靠出来 断了这个 而且威胁中间 所以黑棋也要贴一手 补住 好 白棋这块控 先手围的完整了 你不是不补吗 你不补的话 我当然要来进攻你了 黑的被 这三个被围进去了 靠 当初黑棋走在这 白棋不硬 如果不来这里 展示一下手段的话 这部棋有点白走了的感觉 靠出来 靠出来这时候 白棋如果 如果护住上边 退这一类的话 黑棋这一靠等于已经 它自己可以连 也可以分断白棋 那么厚薄逆转 黑棋变厚了 白棋这块变薄了 而白的这时候 并没有这简单的退让 而是冲在这里 它对厚和薄还是很看重 冲在这的话 黑棋一半 白的断吃 扣吃一个子 白棋冲在这 就是彻底把黑棋这块分断 而自己多一个联络的路 但是它不利的一面 这里很显然 给黑棋多一个断打打结的变化 但是白棋现在判断 我不怕打结 我们肯定是顺着它的思路 是这样理解 白棋觉得打结是不怕的 上边的后保更重要 好 那么接下来黑棋跳这个 这地方暂时不补也是没事 白棋在这要想翻起什么大浪来 也不太可能 但是补一个彻底下后 应该是瞄着要断打打结 这地方白棋 黑棋这个结很轻 白棋不可能花两手去提它 那么如果你要这样补 那这个跟这个补的交换 黑棋事做已经有所得了 而白棋是尖在这 尖在这 应该也跟结材有关系 将来顶什么之类的 这多个子 这里没有子的话 顶甚至可能都是后手 应该就是后手 走到这个这一顶 你赶不硬的话 这地方恐怕要出事情 所以又把木树拿住了 这块又瞎厚了 同时还产生一些结材 黑棋现在不敢轻易的开 因为白棋这里有顶 什么打尺 这一类的结材 不敢轻易开 所以踮脚 这个呢 黑棋的搅活的 还是蛮轻松的 但是外边这个打尺呢 即使白棋粘住 这问题也不大 黑棋的气便紧 火脚 火脚之后白棋是正 普通的感觉是爬 但是他觉得爬呢 被黑棋跳一跳 就对黑的没有压力 走这个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 如果黑棋挡下来 那么白棋顺势往上一贴 黑的如果退的话 白的还扩张这块 同时进攻黑棋 顶在这里呢 刺一刺之类的 可能黑棋眼位 还有一定的顾忌 所以黑的也没往下挡 而是很照顾自己眼形的 就这么在中间搭眼 在中间搭眼位 白棋再爬过 它的效果应该是 比这样 作为白棋来说 比刚才那样要好一些 地站的多了 点个角 点角 现在是肯定已经 不可能活了 但是呢 有可能制造一些结材 开了之后收器什么的 应该还是有价值 或者能不能寻求 开完之后 这个先手把白棋断开 如果能打吃完 让白棋沾上 又先手断完 让白棋补 这块就变得非常薄了 顶 顶在这里 黑棋跳杀 这两步交换 毫无疑问 白棋木术是亏损的 本来你可以飞在这儿的 现在被黑棋这儿多一个子 白棋在里面多死了一个 木术肯定是亏损 但是呢 白棋在这儿留下了 无数的劫财 而且将来也存在一点 收器的可能性 说不定白棋打吃完 在这一桶纠缠 让黑棋收器吃 之后虎 下一步 跳进去 黑棋眼位不全 抖 脚趾 尖底一下 虎过来 它要是这种退 又有一种退让的感觉 这样走过来 有联络自己 要断开白棋的意思 打吃 顶住 这个地方白棋还没交代 这毕竟要杀掉中间黑棋 是不可能的 这一旦被黑棋火搅 那木树 木树损失太大 所以得补一手 搬一下 这地方不可能活了 所以搬一个没什么可惜的 打吃 沾上 之后呢 黑棋沾上 黑棋把这个沾上 好 黑棋沾上之后 那么这棋 黑棋中腹也可以说是 走得彻底安全 这个 厮杀到现在还是 可以说 难分难解的一个局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半盘 白棋的表现呢 非常的灵活 这个最棋型的把握也是非常的好 而黑棋呢 也扎扎实实 可以说是应对的 没有什么漏洞 这 整个前半盘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局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阿尔法维奇他下棋 确实很有高手风范 他绝对不会轻易的什么 让自己去走一个价值很低的单关 哪怕是一步起 他也不肯就是走在这个效率低 价值比较低的地方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 我们下面继续看后半盘的实战进程 一起沾上 那么白棋是 你看一下 沾上了之后 白棋飞这个 飞一个 吃住这三个子也不小 扳一下 上 黑的那一冲 如果这三个子被白棋 简单吃住 那 一下增加十几目 而黑的一冲 白棋也不能随便去断它 这个地方 断了之后 断了之后 这个断就显得特别的严重 如果黑棋一旦有结材 把白棋开的接回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黑棋这个断就变成仙手 仙手断 这有一靠 这一靠要滚包白棋 靠断滚包吃掉白棋 如果白的还得在里边再硬一手的话 不管怎么硬 硬一手的话 那这仙手切断之后 这块白棋 应该是要死 而如果黑棋这个断是后手 白棋在这边动手的话 白棋这块活应该是问题不大 所以白棋不能随便断 这断是有风险的 那么白棋把这个沾上 黑棋挡住 这扳一下多一跑 所以白棋吃掉 黑棋一户 补一个要求自己连上的东西 让你单关接这个 白的刺一下 刺一下 问问黑棋硬手 如果黑棋挡在上边 那么上边黑棋彻底连通 白棋这边就可以考虑退让一下 比方说顶完之后 把这个接上 这刺一下之后 将来这里加下来 或者甚至将来加下来 这个木树会便宜一些 而黑棋接在这 下边白棋木树少一些 那么上边 上边就有点不一样 白棋多一个贴 你挖不断 挖被打了 这样打 这里有断点 多个贴 让白棋顶一下 黑的腿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这 那么白棋就可能就打打结 实在不行 就粘回去算了 但是你在这的话 你不给我下边的木树 那么好 我也就不客气了 贴回来 贴回来要 就是说照顾这块的同时 等于对黑棋这块有所 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一起断 断了之后呢 瞄着断打完 这里有冲断吃着这块子 开始打结 提借 冲一下 这个不能给 提回去 这一般守不了 这场 尝什么的 打吃 都是先手 种种肯定性 这一般完 等于这边 这这边 这一带也是先手 这里没有断点的话 这有冲断 我们可以看到 这这里白棋是先手的话 打吃先手 这马上就冲断 也得要硬 提 端 搬一下 吃掉 提 这个结变得很紧迫了 这一打吃 这就 价值非常大 找个阶梯 提回来 打吃 摘一下 现在提呢 可能是担心 黑棋断打 白棋 木树损失不小 所以把这个 粘走掉 提回来 之后是 白棋 白棋这个时候 并没有回提 并没有往回提 而是虎这个 虎这个 这时候黑棋中间没活 他也不敢开那个结 开了就算白棋提 黑棋把那个打印 白棋挤先手 杀黑棋中间了 贴做眼 把 打吃 粘上 把黑棋的眼破掉 打吃粘上 黑的 黑的这时候呢 黑棋这时候 中辅作眼 需要 需要 这个先手 需要这个先手 所以 所以他 肯定是 现在肯定是 来不及去 开这个结了 开这个结 被白棋先动 的时候肯定死掉 那么 黑的是 粘这个 粘上 之后 挡一下 挡一下呢 这点在这儿 脚上是打结纱 如果黑棋就这么普通的 粘上被白棋连上呢 白棋都是安全 挡一个的代价是四颗子 被断死 这四颗子 被断死 石木齐 被吃了 但是脚上留一个结纱 那么黑棋打吃 从这边 粘的好处是 可以先走到这个先手 然后先手 把这三个子连回来 但是呢 白棋一个心头大患的 断打打结 也就自然解消了 也就是说 白棋通过进攻 黑棋这块棋 自然的把那个结 给解消了 还是很舒服的 进气 调点一下 挡住 断一下 两打先手 冲先手 这里冲吃的话 把白棋蒸死了 白棋印一手 白棋印一手 之后呢 一起是 点这个 点这个 白棋 叫吃 吹出黑棋定型 打 挡住 充 几先手 连上 黑的 病的热 活了 黑棋把中复 补活了 那么 脚上呢 要打结 杀白棋 而白棋的收获是 把这个结 补干净了 还这里吃了 石木棋 激烈的战斗 还在继续 这个脚上的结 是怎么回事 还很复杂 夹在这 接活 打车 好 又在这个地方 开始了一个新的结阵 黑棋 提掉 黑棋 提掉 之后呢 白的点 这个黑棋得要 一人吃一个脚的话呢 黑棋 控不够 一人吃一个脚 差不多 我们 粗算一下 就等于 谁都 谁都是活的 那么 那么 等于 白棋 吃掉 石木棋 结也 解消了 黑棋 其实 什么都 没得到 所以 黑棋 那个脚 得活着 然后 还得 打赢 这个结 这对 黑棋 来说 不是 件容易 的事情 那个脚 上 结材 相当 多 当然 黑棋 在 这个脚 脚上也有一些 结材 提回来 这时候呢 白棋 挖 白棋 挖这个 保留着 那个脚上的 结材 先挖这边 黑棋 拼了 把这个 粘上 黑棋 判断 现在 在这边 硬的话 在这边 硬结的话 黑棋 应该是 判断着 结材 结是 打不过 打不过 白棋 所以 粘在这里 平 这一下 就越来越刺激 搬下去 粘上 打吃 提掉 先打吃一下 再提掉 这个黑棋 只能粘 如果不粘 被白棋 提的话 这个 接在这 就毫无意义 等于打输了 就白亏了 所以粘上 粘上 白棋 是 打吃 一下 黑的 粘之前 先顶了一下 走这个 粘上 粘上 白棋 这个词续 粘上 白棋 小剑 黑棋 顶 白棋 走这个 冲 又开始 打一截 这个截呢 黑棋 自己被带进来 黑的这块 整块没活 但是也许 从本身截的角度来讲 白棋挖 黑棋 硬的时候 等于被白棋 打了 很多本身截 从截材的角度来讲 黑棋 可能略有好处 但是黑棋 自己被卷进来 黑棋 提这个截 提这个截 我们看 白棋 现在 提 这是一个本身截 打吃 提回来 黑的 叫吃 把这个眼 破掉 那么 白棋 是 接住 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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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是破黑棋的 眼 破黑棋的 眼 接住 接住不行 接住的话 被黑棋提了之后 团这个是先手 如果先手团到 黑棋活了 白棋死 所以白棋破 黑棋的眼 跟黑棋杀气 黑的提截 白棋冲 现在状况还是一样的 黑棋 走这个的话 等于 一人吃一个角 所以黑棋得 提回来 藏 先把气藏出来 藏这个木树 这边是损一点 但是现在 这胜负呢 就是这两块 这两块 怼杀的问题 这损点木树 也顾不上 这个 这个脚上是白棋的 一个截裤 是截裁的宝库 白棋要打赢这个截 就要依赖那个脚 提回去 好了 提回去之后呢 提回去之后 黑的看到 这截裁 接下来 是还可以找 比如说 这样的是截裁 但是呢 打不过白棋 白棋那个脚上 有一个截窝子 那么黑棋 把这个沾上 把这个沾上 那么白棋 如果沾这个的话 就是形成双方底气 对杀了 如果走这个 收黑棋的气呢 黑棋 这里有截裁 白棋沾这个 黑棋扩大眼位 形成两块巨龙的对杀 白棋的扑是要点 这双方对杀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大眼杀小眼 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关键 白棋一定要扑 扑完之后再点呢 黑棋是等于是一个 四格的眼位 是一个四格的眼位 而黑棋扒这个 缩小白棋的眼位 也是收气的要点 那这样一来呢 就等于 白棋是一个五格的眼位 黑棋是一个四格的眼位 这个 白棋的眼比黑棋大一点 然后断 断这个的话 也是一个收气的要点 如 在有些情况下 黑棋如果想做双活的话 提完之后团这个 就更有可能做成双活 因为 因为这 白棋要想杀黑棋 就变成要收攻气了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也不可能做双活 黑棋不把白棋杀掉的话 黑的肯定输了 白棋断 黑棋提 白的提回来 黑的收气 黑棋收气 白棋呢 也是收气 这 普通的感觉 占一下总是 总是便宜的 但是现在呢 占不占 其实跟输赢没有关系 关键是看这两块对杀 谁把谁给提了 当然也要看付出什么代价 无代价的 黑棋把白棋提掉的话 黑棋是会赢的 黑棋顶在这里收气 白棋呢 这总是要粘的 相对来说 黑的下的比白棋细腻一些 先把这两目冲掉 冲一下 白棋粘上之后 黑棋把这个粘上 黑棋还没有粘这个 黑棋走的是挤 反正都是收气 走哪都差不多 提 接住 接 接 接上 双方收气 好 把一棋提掉 把一棋提掉之后呢 黑棋的黑棋是 铺了一下 铺了一下 把一棋提 提接 把一棋收气 一棋又提接 把一棋放提回来 之后 黑棋是 沾上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形成了一个打结杀 打结杀 打结杀 白棋呢 沾上收气 细腻一点的话 挡在这有一木棋 如果打输了 这里多一木棋 不过 不过这个胜负呢 胜负应该说跟这一木棋没有关系 所以白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不粘了 这个是粘在这儿 而不是挡在这儿 反正都是收一气嘛 挡在这儿其实是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说 人工智能 它现在都是以这个胜率 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 这些差别 对胜率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说这一木棋不会影响到胜负 所以它 从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 瞎得不是那么细腻 这个没有粘道之类的 它无所谓 算准了能赢就可以了 那么白棋现在沾这个 黑的呢 是踢截 黑棋踢截 白棋 脚上爪截 黑的硬了一个 白的踢回来 黑的铺一个是结材 白的粘上 这千万不要提 提等会被一铺又是结材 不硬的话 黑棋尝一气 粘上 黑的没有结了 踢回来 然后白的挡 这地方黑棋要是继续硬的话 补活 补活的话呢 白棋提回去 提回去 形成这样之后呢 如果作为白棋来说 中辅还有结材 白棋中辅 比如说急了想要结材的时候 冲靠近来 再冲 再铺 现在反正为了打赢这个结 不顾木树的时候的话 这中辅还有这么多结材 而作为黑棋来说呢 黑棋这结材就不好找 黑棋只要不是连着这块的 只要不是连着这块的 黑棋这个结也不能找 找完之后 白棋又生出结材 只要不是连着这两块对杀的话 其他地方应该都不是结材 比方说你找个这个 那么白棋收棋 你削个结 白棋打赤 黑的提的时候 白棋回提这个 都是四格的眼位 白棋回提这个之后 黑棋要点进来 那么都是四格的眼位的话 到最后白棋先收棋 必然是把黑棋先提掉 吃这点根本无关紧要 所以白棋挡在这的时候 黑棋看到 应该是看到 如果再硬结的话 被白棋提过来 这块对杀 白棋就打结把黑棋给杀死了 所以黑棋踢 把这块大龙 踢干净 黑棋把这块白棋大龙给提光 但是呢 白棋也把黑棋这个脚杀掉 那么比起最初的 如果说黑棋消洁 一人吃一个脚的转换 黑棋等于这边 顶完班历 让白棋点进来 黑棋这儿 关子赚了不少便宜 多占了一些木树 但是呢 这棋 虽然黑棋通过这个杰针 多占到了一些木树 不过这棋还是 依然还是黑棋 木树不足的一个局面 沾这个 靠住 下到这儿了 实际上剩下的关子都很简单了 接下来的关子跟胜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这个 毕竟 AlphaGo的自然对局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我们可以 还是看到最后一步 看看它是怎么下的 也是非常有意思 哇 打车 之后呢 铺这个 这个 这步棋出来 就已经 实际上 这步棋走出来 和白棋的这步棋 这两步棋走出来的话 不用点木 就已经知道 谁输谁赢了 Alpha为棋 它如果在黑棋 黑棋要赢的优势的局面下 就是或者说是双方非常接近的局面下 它应该是不会走出 这样的棋 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后手 你即使提掉这个 也只不过是个直三 而白棋居然在黑棋 后手死的情况下 还补了一手 硬了一个 那么就表明 这棋 白棋 已经胜定 接下来 双方还进行了几招 但是呢 跟胜负 没有关系 最终这盘棋 是白中盘胜 好 这盘棋 就为您介绍到这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